新一屆国会由韩国瑜担任立法院长 而他现在在民进党立委王世坚的互动下 也成为了关键焦点 现在的焦点还有是在这个时间点 发生了地震有轻微的地震 那接下来的气象组会有最新消息 也会提供给您 那我们再来回到韩国瑜身上 他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非常尽心尽力 且会有各项时间 他都非常准时出席 再来我们看到立委罗志强提出的 国会改革三法要处罚反质巡的官员 同样是立委的许晓星大表赞同 明代透过了咨询 才能够了解政府做的事情好不好 现在民进党反对 还提出官员有说谎的权利 许晓星就表示了 真的是颠覆一般人的三观 到底该不该相信民进党呢 你今天官员来你是来背询的 也就是你是来回答这些立法委员 或是议员问你的问题的 所以坦白说他们没有发问的权利 他们没有反问的权利 他们只能针对民意代表所发问的问题 如实回答 再来他们也没有 也不应该有所谓说谎的权利 所以这几天我看到 我最觉得颠覆我三观的 其实就是林志杰跑去这个公听会上面 在立法院里面 公听会说 我们应该要捍卫行政官员 有说谎的权利 如果这样还得了 还有揭默权 请问如果这样的话 那大家还要质询什么 基本上就立法院废掉好了 行政院的无限扩张 立法院所拥有的权利本来就不多 比方说像是检调 他能够做到那样的调查 立法院是没有的 所以立法院最主要的几个重要权利 除了审查预算 审查法案之外 最重要就是质询 那透过质询的过程 要求政府官员回答 那把他们所做的事情 如实的陈述出来 我们才能够去评价 他们有没有哪里做的不够好 有没有哪一些政策 是应该要改进而未改进的 这就是在每天的过程当中 去多促这些政府官员把事情做好 那现在民进党连这件事情 都要剥夺立法委员的权利 因为官员他就是不应该反咨询 在地方议会截然 那现在民进党竟然 针对这个罗志强委员所提的法案 他们看起来是反对的 所以你们是怎样 你是觉得官员可以反咨询吗 你们是支持官员反咨询吗 以现在民进党政府这些官员 我认识他们 可能很多人就故意讲一讲 然后激怒你 然后你把我赶出去 我就算了 我也头也不回啊 我也没有要回来跟你讲 被赶出去 对啊 搞不想被赶出去 被赶出去之后就没我的事啦 反正民进党的支持者 也不会对我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有反感嘛 我觉得国会改革三法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把赶出去说明他很爽 但是呢要罚钱的时候 每个人辛苦赚的钱 自己会有感觉 所以在这个藐视国会罪里面 如果官员在国会殿堂里面 做了不实的陈述 是要罚钱的 是要除以罚还的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将于520上任 外传第一波的人事案件 预计在清明廉价之后 就会对外公布 如今清明廉价已过 有知情人士指出 新任行政院长有很大的几率 是民进党前主席卓龙泰 而且最快有可能接下来的 一周就会公布 再看到的是7号是言论自由日 对此准总统赖清德表示 就职后有重要的工作要完成 却提到了要社会改造 洗敌人生 被蓝营立委大酸 这个越听越可怕 怎么还要大家为自由而付出代价呢 难道是要开始台反文革了吗 4月7号 赞南龙殉道35周年 不只总统蔡英文与绿营大佬 上金宝山一起缅怀 准总统赖清德更是前一天就喊话 未来上任要做这件事 赖清德强调有三项重要工作 却在致辞时提到 要社会改造国家重建 洗敌每一个人的人生 而依据自由要付出代价 更是被蓝营大酸 越听越恐怖 是预告要开始台版文革吗 请问那要付出代价的自由 还算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吗 那过去为什么要去把这个中天关台 那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你只要不要继续上诉 就能够解决 开始做后续的整个处理 请问赖清德他愿不愿意呢 难道只有民进党的自由才是自由 其他人的自由都不是自由吗 在民进党执政下 言论真的自由吗 正逢亲命年假 立法院长韩国瑜连书发文 谈到亲民扫墓记组 在我国已有千年历史 更提到台湾地区发生严重地震灾情 但台湾地区四个字 却似乎痛彩绿营敏感神经 民进党全党上下群起围攻 要将他抹红 但有媒体人发现 蔡政府执政下国防部 2017年6月的新闻稿 也说梅雨封面侵袭台湾地区 经济部2021年5月同样提到 梅雨封面过境为台湾地区 带来久违的降雨 而国发会2023年9月的晨报中 也同样用到了台湾地区 被质疑民进党又在双标吗 来袭过去竞选总统时 还说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 逼得蔡英文出来救火 如今韩国瑜用了宪法 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的 法律名词 绿营却气跳脚 不仅让人纳闷 是没尝试还是压根 只想搞台独意志 第二王志文 李建宁 安思要组台北报道 总总统赖信德6号表示 520就职后有三项重要工作 分别是守护主权 进行社会改造洗涤人心 以及平反政治受难者 被立委罗志强质疑 将进行台版的文革 另外网红的历史哥李毅修 在脸书发文表示 为何看到某党主席 声称要洗涤人心 有种毛毛的感觉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还要在留言区 发文直呼 政教合一吗 网友也都直言了 当然不能说明要前日思想 其实就是洗脑 说是洗涤人民的口袋 我还比较相信吧 也有网友这么的认为 那么这句话 在前立委郭正亮的表示下 是认为说 赖清德讲的这三个关键词 当作来是个适当翻译一下 他质疑国家重建 就是要搞台独 社会改造就是要搞社会运动 洗涤人心就是要做思想改造 最紧张的可能是 罗森伯格是不是要准备来第三次 不是啊因为 你怎么一下又 又来又嗨了 去年 你说我最大的使命就是 台湾人要走进白宫 而且又来了 又开始嗨了 因为赞兰荣的想法跟他就是一样的 这我们很清楚了 知道那个脉络 就是要建立新宪法新国家 这个脉络就是新潮流的立场 事实上赞兰荣虽然不是新潮流 可是他就是独派 就是新国家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嘛 你到赞兰荣的面前说你要搞国家重建 人家当然会联想到你要搞台独嘛 那第二个 他还说要搞社会运动 不是嘛 所以你是要号召谁出来搞运动 洗涤人心 我讲白了啦 就让人家觉得他要搞认知作战 就觉得很多人认知不正确 所以要洗涤人心 比如说历史哥这种 就是都念错书 是不是也要赶快准备好 就怎么没有照爸爸要求的东西来念 念到跟爸爸认知不一致 不可能他多严重啊 所以怪不得沈柏洋会当 男子组的部分区第一名 他就专门在做思想审查的啊 说谁认知错误 准备送去洗涤人心 洗涤人心跟洗脑 跟思想改造有什么差别 这个都只是用不同的词来 表达他真正的意思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三个是让你把它适当翻译 国家重建就是要搞台独嘛 就是台湾要建国啦 那社会改造就是要搞社会运动嘛 那这个洗涤人心就是要做思想改造嘛 所以这个在520之前丢这种调真的是很怪啊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